阿龍 阿龍 大家好,我是阿龍 前幾天都一直下雨 阿今天好不容易好天氣的 出太陽 然後這個茄子已經厚起了 葉子已經黃了,老化掉了 阿今天就是把這裡整理起來 阿然後曬一下太陽 再來準備種 這個地瓜葉 這個地瓜葉種也有一段時間了 那個雜草也蠻多也要整理了 阿就是把這個地瓜葉 有一部分椅子過來這邊種 阿先整理起來曬太陽 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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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拉這樣子 因為這個早上有太陽太大 就讓它曬一下,下午再來弄 大家好 本來昨天下午 要過來種地瓜葉 因為昨天 快四點的時候下大雨 所以說沒辦法種 這幾天,底下會有雨水 種地瓜葉是最好 現在把它拉一拉 等一下就要種了 這個地瓜葉啊 這個啊 一般來講 小家庭種的話 範圍不多的話 啊就有一種方式 比較簡單,啊長得又快 可以看到這個 有冒這個小 小牙出來 這個小牙出來 這個啊,這個都是 所以說一般 我們 要讓它長得快 而且是自己要吃的 直接拔這個梗 從這樣拔掉就可以了 這樣拔 啊這個 有雨水 它都會比較脆 像這樣子很好摺 啊這個枝幹 這個有小葉 讓它長起來 一般小家庭種 就這樣子 啊它長的速度 就會比較快 這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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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啊這樣摘回去 就可以 直接 這邊稍微修整一下 就可以 洗乾淨就可以 炒來吃 這是小家庭 方式可以用這樣子 啊這個我先放旁邊 這地瓜葉啊 我們這樣子 很好拔 啊 而且這個也是 很好吃的 啊然後這樣拔到這一個 剩上面這個葉子就可以了 啊這樣直接擦下去就可以種了 啊有的人它是 就是 就像這一棵 就像這一棵 它是這樣子 它可能 量不夠 啊不過種的速度會比較慢 啊這樣子 直接 哦 這樣擦下去 啊這要等到 完全冒出來的時候 就比較慢 我現在種的這個地瓜葉 是日式的 它的品種 會比較深色一點 比台灣的地瓜葉深一點顏色 啊這個放下去如果太長 就稍微修掉一點 前面再修掉一點 啊這個枝幹可以再折掉一點 哦差不多這樣子就可以了 打斜了 這個斜的 就這樣子斜著放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子 然後把土就蓋起來 啊這個朝上 什麼 這個地瓜葉已經種完了 啊這個等它 這個生長有明顯拉出來 就表示下面已經有 有根拉出去了 啊之后 就可以从这旁边这两边 把它挖一条勾勾 就把它下肥料 下一整排 然后下完之后再把它覆盖土 就可以了 啊今天这个地瓜叶就到这里 然后喜欢我的影片 请订阅 分享 按赞 谢谢大家 拜拜